台湾保林查试案有重大进展 台北市长蒋万恩今天召开记者会披露 瑞生局上个月24号所采集的环境级生物检帖 包括两个刀具 一个砧板和现场人员的手部 都验出对米酵菌酸呈阳性反应 当局已经同步将检验结果送交检方和警方 蒋万恩强调保林的责任跑不掉 台湾保林案减烧 台北市政府原定今天下午2点召开记者说明会 却临时提前到早上10点 原来有重大调查进展 台北市长蒋万恩披露 卫生局上个月24号第一次到餐厅机场 采集了环境级生物检体 由台大法医所协助检验 台大法医所昨天晚间回报 检体验出了对米酵菌酸呈阳性反应 昨天晚间台大法医所也回报 对于目前我们所送验的相关机证 有呈现阳性的反应 也就是上面有发现米酵菌酸毒素 蒋万恩指出电出有米酵菌酸的环境及生物计证 包括两个刀具一个砧板以及现场人员的手部 尽管米酵菌酸的源头和途径还有待查明 但蒋万恩强调保林的责任跑不掉 在这边也跟大家讲 保林的责任你跑不掉 所以我们在昨天晚间获知这个讯息 也即刻的将检验结果告知检方以及警察局 那所以今天我们也再次的请台大法医所 尽快的将完整的检验报告 提供我们也会即刻的送交检方 那另一方面今天上午我们卫生局也再次的发函 给地检署告知这样的一个讯息 台湾卫生局长陈燕元记者会上也指出 由于所有病例的共同点都是吃了果条 因此果条最有可能具有疑虑 这一点在判断上没有疑议 大家都共同吃过果仔条 那当然经过这样的调查 果仔条当然是最高可能性的 我们科学上都是会判断哪一个豁兰率最高 我想这个在判断上是没有疑议的 根据中央社报道 台大法医所长翁德宜指出 这次验出首部有米胶聚酸的是厨师 然而结果分析厨师下毒几率低 因为并不是所有客人都出现问题 而下毒不会如此不均匀 反之法医所推测厨房存有毒素浓度更高的食材 而出师因为接触而污染了首部 出师前自个%大方医所推测线 gel 就像几率高的食材 那么多分仍然会被判断 至少하지这等穴 那种灯状 在几率商量 在几率厨房中衔 就是避充满